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蜜蜜。 今天给你们分享我的实习中文背景。 从小时候,我就打算实习中文。 我常常在家里看花木了,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 关于这个我很喜欢里面的风景,北京故宫和武术。 这样开始自己试试中文,但是这个语样跟西班牙语很不一样。 因此,我不得不暂时放开试试。 今年后,在一个英文课程中,我已经有些中国人。 他们不希望说话,可是一个星期后,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,只是一眼的障碍。 完成课程的时候,我再次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。 我已经在学习中文四年了,两世武术快五年了。 。 对我来说,学习中文以及一向普遍的任务。 我觉得,你应该学习像两世武术一样的, 如果我们在学习中文化,我们让你学习的维修感兴趣。 如果我们不在学习,我们会在学习中文化。 现在我们看一点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 拜拜